由彰化县长为民谷监护的杨小妹 即将被瑞典籍爱德曼夫妇收养 爱德曼夫妇日前抵达台湾办理相关手续 准备带着杨小妹前往瑞典 延续这份无国界的爱 为了欢送杨小妹 19日上午在县长公馆有一场爱德接力赛 彰化县长监护孩子杨小妹欢送会 除了致政慰问金及礼物 更希望杨小妹能够在瑞典顺利展开新生活 真的非常感谢上帝可以安排这么一个好的家庭 那我们小朋友可以到瑞典去 然后很感谢那个瑞典的爸爸妈妈 他们都年轻32岁33岁有很好的工作 然后在这段期间他们已经把他的房间固执的非常的好 非常感动 这段期间拜那个科技的发达都可以视讯 所以那个我们的小朋友已经跟瑞典的爸爸妈妈 已经培养了非常好的一个感情 所以他不会陌生 就很期待他可以赶快坐飞机到瑞典去 爱德曼夫妇说 在视讯中被叫爸爸妈妈的感觉 让他们永生难忘 之所以决定收养杨小妹 是觉得台湾的领养的系统做得非常好 是个很好很美丽的国家 希望长大后可以带杨小妹回故乡台湾一起旅游 有啊小小的好可爱啊 他很记得 他很贴心 对很贴心 为了给杨小妹一个温暖健全的家庭 在县府社工人员转介协助 为她梅河适合成长的家庭 一年多前梅河瑞典籍爱德曼夫妇 之后双方借由视讯会面、通信等方式认识彼此 建立信任关系 杨小妹在日渐熟悉瑞典籍养父母之后 也表示期待到瑞典与新家庭成员们共同生活 供应频道领居民、江华采访报道